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下午公布 截至4月1日凌晨12時 本港一共新增13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其中11宗是輸入個案 2宗是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 第一宗源頭不明個案 涉及一名居住在游堂游禮村智麗樓的23歲男病人 他是一名天花裝修工人 最後上班日期是3月27日 第二宗源頭不明個案 涉及一名居住在北角五州大廈的 56歲女病人 他在灣仔金魚海鮮酒家飲食樓面 最後上班日期是3月31日 其餘11宗輸入個案 分別來自菲律賓、尼泊爾、巴基斯坦和印尼